还有什么偶像类的 对吧 有歌手类的 有模特类的 但是这个镊齿类的吧 绝对是头一回上咱们这个节目 前一阵大家知道 说有一个真人秀特别火 迅哥也上了那个真人秀了 对吧 有一个环节 就是要和周冬宇互换衣服 然后周冬宇当时非常嫌弃 指着王迅说 我不想给你换 他衣服得买的 人也买的 迅哥 下回要是有这种情况 你就跟我说 我带你洗澡去 这个项目咱熟 归根结底提到迅哥呢 我们绝对会想到一个人 就是黄伯 伯格 这个伯格呢 对迅哥呀 真是太好了 拍电影带着他 上节目带着他 出席各种活动典礼还带着他 如果有一天黄伯离婚了的话吧 王迅的抚养权将来肯定是个最大的问题 是吧 然后呢 黄伯格肯定的跟媳妇说 媳妇你这么点吧 王迅归你吧 他媳妇肯定说 你给我扯一遍那 我行那晚上 你给我扯一遍 其实迅哥 我跟你说 要是我吧 我就不给人添这个麻烦了 我早就离家出头 回头我就走 下面说一下高静老师 是吧 静哥啊 也是我们东北老乡 你没看吗 就是上了这么半天 我也没跟他有眼神有对视 因为我看着他吧 我就 我不能看他 为什么呢 因为高静老师的歌啊 在我们老家确实很受欢迎啊 每次在KTV喝的差不多的时候吧 肯定有一个人起高调 巴蹦起来 来 我给大家整一首 我的好兄弟 巴 唱完了以后 来干一个 刚刚就干三瓶啤酒 刚刚完三瓶啤酒 又蹦上了一个兄弟 感谢刚才这位好兄弟 带来的我的好兄弟 下面我要给在座所有的好兄弟 再唱一遍我的好兄弟 然后呢 你想啊 这一唱 五遍八底 唱完一遍喝三瓶 唱完一遍喝三瓶 喝得我是娃娃吐 所以导致我一看着高静老师的脸嘛 我就 往上咬 有点远 高老师 反正就是说你的歌好不好 咱们就暂且不说了 是吧 但是太废啤酒了 而且呢 我确实觉得啊 我确实觉得就是我的好兄弟这首歌啊 最适合表达的就是那种虚伪的兄弟情 就是那种塑料哥们花那种 是吧 就是那个意思 头回见面喝点酒没怎么着的 我跟你说你是我兄弟 咱俩就出一辈子 哎呦我的天 真的这首歌我太了解了 因为我和大鹏修瑞经常这么唱 我们俩就没唱过 这个下面呢 我们就要说说陈志鹏老师了 哎其实大家都知道 以前都是说这个陈志鹏长得很像张国荣 对吧 我觉得一点都不像 这个两个人呢 从辈子上讲就不同 对吧 张国荣 对吧 大家一见着了以后 哎呀 哥哥 然后站着陈志鹏以后 哎呀妈呀 什么玩意 就 自己落眼睛 你们节目不是说保证人身安全的吗 保证保证保证 保证调宰在这说我们控制他 把刀收好 真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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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厉害 没事 没事 嗯 行啦 这个这边该土差不多了 哈哈 让我们演演这边的吧 这两位啊 今天的主咖 是吧 筷子兄弟 我看这两个人 我看这两个人吧 我看这两个人吧 我就气就不打一处来 你想我啊 中央系学院毕业的 学表演的 对吧 这两个人 一个是学导演的 一个连大学都没上过 凭什么当主咖 不就是因为写了一首烂的街的小苹果吗 高静哥 回头咱俩也写一首歌 歌名我都想好了 就叫大喜悦 当然了 咱们砸人不能往死里砸 对吧 筷子兄弟嘛 你也不能觉得啥也不是 是吧 去过去过 去过美国 然后去参加了全美的音乐大奖 唱了小苹果 我跟你说大家伙 真的能参加这种档次的音乐盛典 真的很了不起 对吧 虽然只是表演嘉宾 是吧 虽然呢 就是在广告时间 虽然呢 国内也没有转播 是吧 我就想问问 你俩干啥呢 干啥呢 是吧 你俩呀 就是在人家中场休息的时候 表演嘛 就是 是不是跟NBA那个啦啦队 一个兴致 是吧 观众都上厕所去了 才把你俩给拉上来 然后主持人说 下面呢 请尿不及的观众 欣赏来自 这个遥远东方的神秘舞蹈 小苹果 没准看完了以后 就想尿了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